當你煽動人 仇恨中國人 仇恨香港人 仇恨其他省份的人 要煞動罪 暫時在23條立法裡面 什麼叫國家機密 舉凡社會文化科學教育 任何的資訊 都被當成國家機密 我探測中國的空氣污染 都會被當作你刺探國家機密 已經有了國安法 為什麼還要有23條呢 就是他一個人大代表 一個政治的組織可以解釋 推翻香港終神法院的決定 這個證明什麼 從中國1997年 接收香港開始 他從來沒有想要真正的在香港 實施依法治國 從來沒有在香港真正的想要一國兩制 這樣從來不遵守法律的國家 不遵守自己承諾的國家 他對外就會無視所有的 國際規則 所以他會認為他從來沒有 統治過的台灣是他的領土 如果你沒有辦法遏制中國 破壞香港法治 不遵守自己承諾的這種心態 未來下一個受害的絕對會是台灣 大家好 今天有人講很多記者都在這邊 很多台灣這邊 可能大家不一定的了解 叫23條立法 我舉幾條特別 大家分享 裡面很重的罪 什麼叫煽動罪 什麼叫煽動罪 我舉一個例子 條文裡面也寫 當你煽動人 仇恨中國人 仇恨香港人 仇恨其他省份的人 要煽動罪 所以 香港人 香港的街上 罵一個中國人 他跟一個中國人吵架 他就煽動罪 他怎麼定義國家機密 我們一般人 我們一般人定義的國家機密 是有關國防外交 才是國家機密 但是在23條立法裡面 什麼叫國家機密 舉凡社會 經濟 教育 舉凡社會經濟教育 舉凡社會經濟教育 啊 都沒有事 剛剛那個比較好 剛剛那個比較好 這個比較好 冷氣啊 喂喂喂喂 喂喂喂 就是舉凡社會文化科學教育 任何的資訊 都被當成國家機密 你在中國很多實力已經看到 我探測中國的空氣污染 都會被當作你刺探國家機密 這個這23條 那有人可能很奇怪 已經有了國安法 為什麼還要有23條呢 有人有一個很奇怪的說法 是因為香港人不斷的發動抗爭 是這樣子嗎 我們看到不久前 香港政府想把一條歌列為禁歌 希望法院頒布禁制令 那首歌叫怨榮光歸於香港 香港的一審的法官認為 國安法已經可以處理了 我沒有必要再頒禁制令 香港特區政府的綠政司長 講一句話 你們這些法官 只是把國家安全當作重要的依據 並沒有讓國家安全凌駕所有的依據 這個綠政司長非常的誠實 我只講一句實話 在香港這種地方的政府 他的國安 我勸你 我勸你 連輪機都沒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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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他對國家安全的解釋完全凌駕 一切的法律 他可以隨意的解釋國家安全 你們以為這是香港抗爭才導致的嗎 我告訴大家 大家都知道 中國1997年頒布的西本法 是一國兩制的根本大法 你們如果有興趣回去看 西本法的158條 裡面寫得非常清楚 香港終審法院任何的判決 針對基本法的任何的判決 最高的解釋單位是中國全國人大 就是他一個人大代表 一個政治的組織可以解釋 推翻香港終審法院的決定 這個證明什麼 從中國1997年接收香港開始 他從來沒有想要 真正的在香港實施依法治國 從來沒有在香港 真正的想要一國兩制 這樣從來不遵守法律的國家 不遵守自己承諾的國家 他對外就會無視所有的國際規則 所以他會認為 他從來沒有統治過的台灣 是他的領土 今天我認為我們台灣人 應該聲援香港23條的立法 是因為如果你沒有辦法遏制中國 破壞香港法治 不遵守自己承諾的這種心態 未來下一個受害的絕對會是台灣 這不是香港人的事情 這是全世界熱愛自由民主 包括台灣人的事情 希望大家共同來聲援 共同來聲援香港 也聲援我們自己 謝謝 大家好 那我就是一個孫任澤 中共空置西藏之後 我是在流亡出身的 跟我一樣的很多張人在流亡中 沒有居過自己的家 所以剛剛 我聽到林明哲講的這個話 我也知道在西藏 1951的時候 中共強迫一個17條和平協議 我今天要想更 特別在台灣的年輕人 台灣的外來的台灣人 要了解 中共對人民 中共對中國自己的人也好 西藏人 維吾爾人 香港人 都是要控制的 所以剛剛講 一國聯制 中國政府根本沒有給一國聯制 它是要控制香港 同時一樣 西藏也是 嘴巴山又講17條和平協議 一點沒有合比 不到10年 達瑞爾朗瑪專財 跟包吾爾這樣的流亡在 現在60多年 我們也是在流亡中 所以我今天 不用多說 我是一個熱民中的紀念來講 我們需要民主國家的 勞保性的幫助 你們的支持 你們要關心 你們要了解 中共底下的 不管 維吾爾人 西藏人 香港人 都是在苦難中的時候 所以 今天我非常感謝這個土地 這個土地上 我可以表達我的意見 在西藏裡面的西藏人 香港裡面的香港人 根本沒有這個機會 他今天講free Tibet 有生命危險的 但是我今天這邊 可以講西藏獨立 也沒有怎麼樣的 這些是中國 你們的中國人 要了解 在民主國家上的 勞保性的權利 今天樂民的一個藏人 也可以表達這些 那謝謝大家 給我這個機會 謝謝你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是邀請到 就是台灣香港學會的理事長 上普 為我們就是展解 就是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反對這個 香港基本法23條 好 你好 大家好 謝謝大家 我看到這個 行為藝術 我覺得很有感觸 因為第一個 是習近平把自己 關到籠子裡面去吧 我們都在籠子以外 對不對 對 所以我想 香港人是暫時被他們 關在籠子裡面 但是我就覺得 香港人其實是很勇敢 更有希望的 很多的輿論都說 香港完蛋了 香港已經結束了 香港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那的確有這個方面 好 但是我要講出 很多香港人真實的故事是 他們 基本上是做日常生活的抵抗 日常生活的抵抗 比方說最近 何君堯 在那個見一千個老師的時候 一千個老師怎麼回答 回應他 打頓啊 顧左右啦 或者說 用眼神很銳利的看著他 他就很不爽 寫了一個貼文 就是說批評這些老師軟對抗 其實就是這一些東西 是我們不服 不屈的一個象徵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看到香港人 是人心不死的 李立峰教授曾經問過 做個研究 說那個香港的父母 會跟子女們 談到2019年真實的 警察暴力的故事嗎 你知道有多少比例說會 是八成耶 八成都說會 所以我看啊 這有點像捷克在那個 1968年 那個布拉格子村之後 有九年的前伏期 之後有七七宣章 哈威爾的出現 跟捷克人民的奮起 所以我們溫存這個希望很重要的 各位在台灣的朋友 其實大家非必要真的不要去香港了 香港是非常危險的 你拿出一個手機 被檢查到有任何的蘋果日報 或者說你寫韓國語 進中聯辦真可惡 你煽動對香港中聯辦的仇恨 三年有期徒刑 如果說中國失業率是接近五成 國家秘密五年有期徒刑 如果你去俄錦橋去打小人 煽動對於官員的仇恨 打習近平打李家超 七年有期徒刑 如果各位去告解 神父跟修女跟牧師 知情不報隱匿的叛國證據 十四年有期徒刑 各位新聞記者 還有各位在開公司行號的各位 如果你們在香港勾結境外勢力 境外包括台灣 勾結台灣勢力 你不要問我說什麼叫勢力 那個發布虛假新聞 虛假是正一假實假一真 他說的假光都是真 那之後忘顧國家安全 十年有期徒刑 所以各位到這個地方來 真的要勇敢 我們沒有退縮的空間了 因為如果我們退縮 我們連做人的尊嚴都沒有了 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應該好好的 把香港故事延續下去 拒絕我們的香港的精神 也拒絕遺忘